安 路哈 親民喵咪打 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9點晚上是我們隨便聊隨便打環節了 那今天的話呢 原本看到就是那個貓咪TV啊 就是我看到今天有看到這個 黑仔熊跟我們這邊的這個塔 他們有在打我們這個塔 但是 哇 還沒看到這個塔欸 所以我們那個塔是不是還沒開始啊 可是我們那個 仔熊哥跟我們這個塔好像已經有先打了 所以這邊大家就是 覺得這個塔好玩嗎 因為我們可能就是這幾天才會就是發現吧 就是可能才會出現吧 我看一下喔 因為我原本想說 唉唷今天 唉唷塔開了是不是 我們可以來就是打這個塔給大家看了 結果好像還沒開始啊各位 還沒開始啊 先看一下喔 神魔之塔與貓咪大暗陣這個部分 然後 他的話呢這個 以若時蓋跟對決的風頭我們打完了嗎 這個有看到了 5月13號的這個11點到這個 5月20號的這個10點59分 也就是明天啦 就是大家看到這部影片的這個 時候應該就已經可以打了 那我們現在目前說是 還沒辦法打的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如果 有去看今天的這個貓咪Tube的話呢 TubeTV 就可以看到我們仔熊跟恰他們在打 所以 上次我就是因為我一直以為就是那個 現在那個貓咪TV都只有就是那個 貓言貓語時間啦 不過這個 仔熊哥這個恰好像還在那個活動裡面 不錯 這個給他們可以繼續 支持一下喔 然後我剛好那個時候在看的時候我看到什麼 就是大家說什麼那個塔的第六關好像開始變得很可怕什麼之類的 然後聽到那個 恰跟黑爪熊說要不要加碼那個環節 我就看到那邊而已 因為我就沒有繼續看下去了 因為 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我不喜歡就是先看就是 後面可能會有東西 我想要就是留一個就是那個 保密 所以基本上我連那個塔現在裡面是有什麼東西我都不知道 所以 到時候明天就可以看了 這個 5月13號的時候 現在是5月12號的這個10點58分 應該是明天的這個早上的這個 11點的這個環節 我們就有這個全新的塔可以打 那大家目前來說 對於我們這次的這個 貓咪的這個新的這個塔有什麼一些想法 我靠這 我打不贏吧 我的吧 等一下 好像真的要出事情了 完了 欸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不對不對不對 不該是這樣 不該是這樣不該是這樣不該是這樣不該 這怪怪的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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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們最近的這個關卡要好好打 因為這關是有那個 本能豬豬的這個環節啊 本能豬豬的話現在也是可以換NP的這個東西 所以要 要要要要要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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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完了 哎呀 喔 波特 波特但我現在覺得應該要放這隻才對 來了 擊退凱斯莉 喔喔 庫盾全部打掉了 舒服 拜託啦凱斯莉交給你啦 歐里加嘎仔好險還有他不然我就玩了 唉唷有有有這個擊退戰戰 擊退擊退 我一開始還是先靠那個沙巴神敗他們喔 因為我沙巴神敗他們的這個暫停還可以再撐到現在 加油啊波特不是 這個秘境四堂怎麼那麼難啊 發生什麼事情啊 蛤 我覺得就是目前來說貓蛋有好多關卡是不是 都有額外的提高難度啊 還是我自己的問題啊 你們覺得 是我 是我感覺是太久沒打還是怎麼樣嗎 我怎麼感覺好像 有一些以前打過的關卡 然後怎麼好像都變難了 照理來說我不是應該打過就會覺得很簡單了 怎麼好像真的有變難的感覺 大家 這個是我的錯覺嗎 歡迎留言跟哲林分享一下 我真的滿想知道這到底是我的錯覺 全都是幻覺 嚇到我了真的嚇到我了好不好 這沒有沒有嚇到我是確實嚇到我了 然後現在來說就是要NP的話基本上也可以用我們這邊的這個 本能珠珠去換 不過本能珠珠這邊好像是一個換1NP啦所以 也是要就是 比較勤的去刷 不知道就是那個是不是前面就是比較低等的那個是一個是1NP 然後後面那個比較高等的可能就 比較貴一點也是有可能 但同樣的這個本能珠珠的話是可以合成就是下一個等級的這個高階的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就是累積多一點再給他合起來 秘境四堂超級難 沒有問題各位 來啦 這邊就ok了 確實也是滿難的唷 好然後這邊的話就一大堆我們這邊的這個喵別塔 那先來打一下那個好了 因為我們這邊的這個特大這個只剩下那個 只剩下沒多久的這個時間了 先把他殺清一下 因為我原本今天本來就是預計要來打一下這個 就是那個神魔之塔的塔了 所以我沒有準備其他的這個 沒有準備其他的這個 預備環節 我原本想說今天打這個塔應該就可以就是 跟大家就是聊天聊一集 就啊 沒有這個塔 哇哩勒 那只能就是 繼續來那個了 好那目前來說其實我們這邊的話是不是應該 祝福了這關卡其實很多這個紅色敵人 過來我們就看一下 有沒有那個比較少登場的這個紅色敵人這個強強角 我們待會讓他 出場打一下好了 這邊可以出一下這個零號機 然後通常打這個 改造生物的話我通常都是會帶一隻那個 都會帶一隻就是那個 黑鎧 因為他可以就是 讓我們這個傳送不效啊 或是一大堆什麼雜七雜八鬼東西的這個效果不效 但是真的蠻舒服的 蠻舒服的 所以我們這邊帶這個三座的原因就是 就是為什麼帶這個黑鎧的這個原因就是因為有這個三座 三座 目前避掉他的這個小型的這個坡洞真的會搞死 而且他的這個傷害也是很高的 開玩笑 白烏狗這邊的話好像是 沒辦法就是那個緩速他 因為白烏狗只能緩速這個有屬性的這些敵人 OK沒問題 LB18 應該是輕鬆扁啦 鐵鏡輕鬆扁 好那待會我們就來換一下就是那個 紅色敵人的角色吧 最近好像也不知道有沒有一些就是 比較酷炫的這個紅色敵人角色 可以讓他們就是出來秀一下 最近我們有秀那個 我們的那個織田信堂 是蠻帥的 是蠻帥的 最近都會 放一些就是那個 比較少登場的角色 然後觀眾說 哲平居然會用這些角色 就 就為了讓大家不要看 就是 這麼的一模模一樣樣 所以才會那個 現在目前來說有太多關卡都是我們已經打過的 就只有明天的那個 神魔的那個新卡 可以試試看 然後最近 這邊玩那個神魔也玩的就是蠻起勁的 我只能說 貓戰的角色到神魔之後怎麼都強到一個很誇張啊 我還記得他們都快 都快打不贏了好不好 很恐怖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因為就是貓戰的這個合作去玩神魔之塔 你們有嗎也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分享一下你們有沒有因為就是 貓咪大戰爭這一次活動啊 然後來去玩這個神魔之塔 我就覺得好像 也是頂不錯玩的 神魔之塔也不錯 就至少現在的話你搞一套這個貓戰的這個隊伍 在裡面是真的可以 輸出 如果你們有因為這個貓咪大戰爭的這個原因去玩神魔之塔的話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 或是 你們本來就有在玩 然後覺得這個貓戰跟這個神魔合作 你們說好開心好開心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跟著分享一下 好 就是輕輕鬆鬆把這個 天使怪打掉 然後帶我們來去換一隻那個 比較少見的這個 紅色敵人這個角色 出來打一下 應該就沒問題 而且我們這邊還有這個 林浩基啊 林浩基還活著 然後祝福LP18 那我們這邊這個改造生物關卡是絕對會建議大家就是全部打完的喔 因為你打完之後就可以拿到這個暗貓眼石 暗貓眼石還是頂重要的 你要拿他才可以升級我們一些角色到60等之後才可以就是那個 超級進化的喔 好沒問題 哇還有這個洗原人樹海 我先去打掉 等一下 好那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有哪一些是我們這個紅色敵人大本營的角色不錯的有 來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 紅色敵人 最近好像我們之前有看過這個最新的這個 紅色敵人這個角色好像就是那個天狗貓對不對 好像就沒有帶一些其他新的對不對 超級貓貓來說的話 因為天狗貓算是 還貓到以前的 然後這邊的話好像就 比較少了 看起來是這樣 然後 客戴地的話很早以前就開始用了 然後 這邊的話 好像就沒有了耶是不是 然後這個 琉璃 貓飯全派派 晨光 貓咪女王 有啦貓咪女王應該是至少比那隻還那個的 然後這邊的話 學生會長也是 打紅色敵人的耶 哎呀我現在才知道耶 哎唷他也是耶 哎唷 我現在才知道耶完了 那還有這個啦 就是我們這邊的 好啦 那今天就讓這個 兩隻妹子一起走起好不好 來來來 這邊讓這個 聖女 跟我們這個甜心桃子 一起 往前進 然後 前面的這個坦克部隊的話 魔劍士哥哥跟大錘哥哥好久沒他們登場了 不然也玩一下 對啊 應該蠻多人就是那個 就是看哲平就是那個 魔劍士哥哥跟大錘哥哥長大的嘛 以前我都這樣叫他們然後觀眾就會說 要派那個魔劍士哥哥跟那個大錘哥哥 我可是很會幫這個貓咪們取名字的喔 確實是很久沒他們登場了 你們想不想我們這邊的這個魔劍士哥哥跟大錘哥哥 還是你們其實一直都有讓他們登場 因為我自從有了這個飛腳貓之後我好像 就真的很少就是 在需要他們了耶 尤其是魔劍士 大錘也是啊因為我都是用那個 用那個異國風騎貓就可以了 但是魔劍士哥哥應該還是頂不賴的 但這關的重點是那個天使啦 我很怕被天使驟爛 這邊我們還是要小心一點點 天使應該還是會把我們給車歪了我覺得 但我們就先叫那個白無垢出來好了 你看現在用飛腳貓跟我們這邊的這個 跟這個魔劍士哥哥好像就登機不錯 而且學生會長居然也是打紅色敵人 我現在是現在才知道 我記得他好像可以用天使 可以用戰 桃子先出 啊完了 忘記最大的問題了 不是喔這關最大的問題根本就不是什麼天使敵人或是紅色敵人喔 這關要的是什麼 這關要的是 要的是把那個山豬打死的人啦 不然他會一直瘋狂用那個 瘋狂給你用那個波洞喔 完了 我好像還是敲得死 可是後面還有那個誰 對啊 後面還有那個王八蛋 那個王八蛋吳韋斯啊 白無垢好像是可以那個 弄死這個小山豬的 這好像還是比較好的這個消息 還是 是 沒有人弄得死那個胡韋斯啊 完了完了完了 看來還是得需要那個啊 得需要零號機 完了大水哥哥 木劍之哥哥 我們男的正常就直接爆了 不行要去幫他們換一下那個 換一下零號機了 換一隻換一隻換一隻 太可憐了 然後活動滅止 STOP 這個可以然後 艾瑪也可以耶 還是用個艾瑪 艾瑪不然用個兩隻好了 好啦這兩隻下去了 我們放兩隻 這兩隻那個 能夠抗那個 抗波洞的上來好了 好然後開個加速喔 加速好久沒開加速了 早起 祝福LV19 來了啦我們這邊 兩隻可以那個 波洞的有 應該就可以了 有了 很久沒開加速了 我們開加速直接敗北 我都忘記那個了啦 不過天使的那個誰 天使的那個改造生物 可能也是一個大麻煩 天使的改造生物也是個大麻煩 哇 軍曹先擋一下 他的這個 這個階段的這個 很帥耶 很像就是開了什麼那個 爬慶果的那個角色 很酷 但他真的靠太近了啦 他應該馬上就要掛掉了 相信我 信我一把 他一定 他一定會馬上死光 他沒了 那我們靈浩金也是被傳送走啦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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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魚尾獅 哇哩哩 爆開了爆開了爆開了 開加速就要爆開了 好險 他只是被傳到後面去而已 他沒有死 沒死就好沒死就好 又被傳到後面去了 但我們只要就是在那個 在那幾隻來之前就是撐住的話 好像就沒什麼 他怎麼一直來啊 可是他掛了 完了 這個傳送鐵拳是不是有點強啊 真的還是得要靠那個耶 還是得要靠那個 靠那個黑鎧 不然這個傳送鐵拳真的太強了 對啊必須得要靠黑鎧 喔不過已經沒有小三豬了各位 沒有小三豬了 沒了各位這個傳送鐵拳 OK好 還是得放黑鎧 沒什麼好說的